突然間要停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事情好像有一點失落 1953年 將來新加坡開藥材店 1957年搬到舊地址 21號 加蘭魯隆集計 21 這邊是後來我們1992年班的 這些抽屜全部都是很堵穩的 12月21號我就要把整間店 交給另外一個屋主 然後就是說 我這些東西我必須帶走 不止就是現在要隔 60多年你看 我會帶走 一片一片帶走 找一個地方坐在牆壁上 或者是做一個櫥櫃的門 他是某某人他們想開 那什麼咖啡店什麼店 要想這個就買幾片去黏 不要浪費 而且這個牧是由牧來的 好牧 這個十泉 所以十泉大骨湯就是這個十種藥 這邊有很多客氣了 白豬 然後再過來就是當歸咯 熟地咯 就十樣藥 這個十泉 我不記得勒 我直接是這三個格加一個什麼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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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樹草 就是 四樣藥 就是 黨參 黨參 葡萊 葡萊 白豬 白豬 甘草 這是森林樹草 然後再加上食物 食物就是 龜 公 燒地 龜 公 川公 白豬 白豬 豬地 豬地 這是龜公燒地 森林樹草 龜公燒地就八樣了 OK 然後你十泉 你就加一個肉粿 可是粿子 這個你讀四年 你全部記得 記得了嗎 你已經讀四年了 一個月都不用了 你很厲害 我要分享一下 剛剛我在問醫師 這邊到底有多少個草藥 他講你就自己算 一個格有六個嗎 一二三四五六嗎 然後再乘多少 我就算 一一一一 再乘六 七十二 再乘六 六六三十六再乘十二 多少 六 六乘六 再乘十二 四百三十二 然後下面還有四個的 這個我還可以 五七六 就在這個櫃子裡面 單單這個櫃子裡面有 五百七十六個了 下面還有很多個 五百七十六 三十五 我是1950年在這一代出事的 我三歲的時候 萬家吞就開展了 在五巨芝麻 我的竹龍吉吉這一代 有七碗 這些舊的七碗 今天的這個萬家吞 是最後的一個一碗 他們結束營業了 所以這一代的七碗 已經花完了 那麼他今天結束了這個營業 我們有一點不捨 這一代的居民 還有一些遠方來的 一些看診的人 他們都一一不捨 人走到這樣就是已經很好了 有捨才有得 是很想不要收了 但是年紀大了 一定要退 人生可以說是 沒有不善的宴席 對不對 一定要做 為了明天更好 重新起步 已經做了40年了 看看自己還有什麼能力 再做別的 總之要有一個結尾 才有一個開始 不好意思 就是說我也很 很希望能夠幫他們 很感恩他們這麼多年來 信任我 都相處得非常愉快 就是有這個萬家村的底 然後我才能好好的去學 然後再鍛鍊 才有今天的成績 不管好壞 都是有一個結果 就是 因為我們有說 天要這樣大任於私人 必老許金谷 突然間要停的時候 然後我會覺得 這個好像有一點失落 失落 但是想想還蠻行的 都記了這麼多 哈哈哈 還有一些事情 都記成了 我會知道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